泡溫泉 太可怕 你可能從溫泉走出來 你會覺得熱熱的 然後你就不會說 我就馬上要穿很多衣服 因為就好熱 就泡得全身很熱 然後你就坐下來 你就說喝一杯涼涼的酒 Sake 很舒服對不對 對啊 好多情調 養生 好多這樣子喝完之後 瞬間溫度下降 有很多人導致突然間中風 送醫院的非常多 每一年冬天都會遇到 只要泡溫泉的地方 都會有這些相關的問題 所以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你可能在那個 非常短的時間內 覺得是有暖到身體 可是它後面的後勁的部分 讓你的溫度下降 說你是沒有辦法瞬間拉緊 體溫的 是很可怕的 剛剛講到這個泡湯 有些人就想要追求那個氣氛 說我要這個在雪裡面 然後就是泡的液泉 對 然後我身上就是有那個雪 打在身上的那個 涼涼的感覺 但是我身上是熱的 那這樣也是很危險的 其實這個泡溫泉是有學問的 其實酒後或者是吃太飽 都不建議去泡溫泉 而且根據所有的建議 還是要在心臟以下才泡到 心臟以上真的不要泡到 對 還有泡溫泉一定要記得 如果是那種流氓泉 一定要保持通風 為什麼 因為台灣曾經有發生過好幾次 它泡溫泉因為太冷 它把窗戶就是密閉 結果就在裡面就走掉的案例 所以雖然說是這個泡溫泉 還是要保持通風 其實泡完溫泉要補充水分 所以日本都會建議你喝 就不要再喝酒了 就喝個牛奶 我們可以泡溫泉中喝酒 然後喝牛奶 因為都會有這個最高級的享受 就是我泡溫泉中旁邊有一盅酒 或是一杯酒 然後在那邊 我看你的擠 然後泡在那個裡面趕快喝 然後站起來的時候趕快灌牛奶 因為它立刻進到你的身體裡面 然後立刻就熱起來了對不對 那這樣可以嗎 如果你要喝酒的話 那你就記得 一杯酒要喝一杯水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能脫水嘛 所以一杯酒一杯水 這樣會比較安全 對啊 還是算了 聽起來有點麻煩 對